这一部电影叫飞机上有蛇吗 但是呢 这个下面看到的是家里面有蛇了 而且呢 这个还是嘉义县一位63岁的老先生 在家里面上厕所的时候 从马桶钻出来一尾蛇 一口就咬住他的重要部位 让老先生痛不欲生 还好啊 最后这条蛇啊 它是一条无毒的蛇 更重要的是 没有伤到老先生的生殖系统 老先生一脸惊恐 被救护人员送进急诊室 下半生用大大的棉被给盖住 原来他的重要部位 竟然在上厕所的时候 被一条一公尺长的紧蛇 紧紧咬住不放 让他痛不欲生 打开马桶盖的时候 就是有看到那个 他刚开始也不清楚 是一条黑影串除 他也稍微有点慌张 所以他是用手将它给 就是拉扯下来 所以会造成他的下体 有些微的那个伤口跟溜水 这在嘉义县一栋透天错离的 63岁老先生 包括晚间8点多 在家准备上厕所的时候 撇见一个黑影 一开始不以为意 没想到竟然是一条蛇 突然从马桶里钻出来 一口咬住老先生的重要部位 老先生强忍剧痛 把蛇扯开 当场血流入住 目前我们蛇类即将进入冬眠 为了储存冬季 身体的能量 出来会觅食 会进入我们民宅 或者是农舍等等 所以我们民众还是要多加防范 消防人员表示 季节交替 蛇类要补充食物 进入冬眠 加上老先生住家附近 都是农田才会发生有蛇 闯入住家的情形 像残忍的凶手 失调无毒的锦蛇 最重要的是 没有伤到老先生的 升职系统 记者侯国文张行 嘉宜报导